每天为了上班近一点 然后我住在店的附近 然后早上我要第一个到把门打开 然后里边还有一道门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海市餐饮 做一些韩国的料理 然后过来这边是我们的面包店 然后店里有养了一些绿植 然后来店里先把灯打开 然后这还有一个鱼缸 里边养了一些小鱼 现在每天的乐趣就是做着面包 然后养养鱼养养花 说起开这个店 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因为最开始在我想要开店的时候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你为什么要选择开店 因为开店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从我入行起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这个想法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那现在我这个店也顺利地开业 到现在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 虽然开店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很艰难 但还是坚持下来 然后想想刚开始开业的时候 然后由于疫情的原因 店里反复关门开门了很多次 然后那段时间的话 也是自己每天早上过来 做好面包 然后下午自己亲自配送到每个顾客的手里 虽然疫情这个阶段很难很累 但是做着自己热爱的这个事情 依然觉得很开心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 也积累了很多喜欢吃我们面包的忠实的粉丝 然后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 店里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接些现场的订单 然后今天大概预定了有2300多个面包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发酵状态 有没有发酵好 每天面包的一个温度 和它的发酵的状态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这样才能测出一个味道的好面包 虽然店里现在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也依然坚持着每天自己在店里 把控产品的品质 然后认真地沉淀打磨产品 把更好的产品呈现给大家 就会变得越来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梁女安山 在玉峰老师的面包店 因为我和玉峰老师我们之前在一个团队 在王老师那边 我们认了很久了 其实我们刚好今天来做个分享 玉峰老师你好 你好 黄老师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为什么会想着开这个面包店呢 因为这是我的家县 我的家县是在安山 然后我是在这里从小长大 然后想再把外面学到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然后一些好的面包带到安山 那这个店为什么叫瑶麦面包 起初我是想用石瑶的方式去把面包呈现出来 那用石瑶烘烤面包的话 会让面包的风味更好的呈现出来 那瑶烤的话是用果木去生恩 然后烘烤面包 这样会让面包的风味更好的呈现出来 那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 然后这个计划有所推迟 那接下来的话我会去做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 非常好 因为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然后让我们这个店做得比之前更好 然后也会有一些明星过来喜欢吃我们的面包 经常会过来购买 然后帮忙宣传 我上次看就有一个明星来你建的 然后买面包 给你合照了 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作为一个面包师傅 您觉得开店是做甩手掌柜好 还是自己全新突出会好一些 你感觉 那我肯定的话会全新的投入到这个店里 然后每天在店里进行生产 把控产品的品质 把产品最好的风味呈现出来 如果我是做一个甩手掌柜的话 那我们这个店可能连三个月都会不到 是的 我觉得也应该是的 对 如果作为我 我也觉得我做一点我要全新的投入 把最好的品质 包括产品呈现给顾客 那如果我是作为一个老板 我只是投资我 不管了 我也觉得撑不过三个月 对 是呀 作为烘焙师傅 然后你对我们的烘焙人 有没有一些分享 那我作为一名面包师傅 然后我肯定会自己去全身心的 投入到这个里面 然后把最好的产品呈现给我的顾客 然后我也坚信一直不断地努力 以后会越来越好 对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烘焙师 我们要共同努力 那这个行业才会做得越来越好